玉气带氯一定是铜浸吗? 一定是铜浸,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玉气在受浸的过程中 由于铜离子浸到水溶液里 浸入玉气内部形成的浸色 也可以是发微微蓝的这种状态 有一种情况呢 这个玉石在沉矿的过程中 本身有铜离子的存在 在沉矿的过程中呢 这个铜离子它的显色 把绿玉石就带有这种绿颜色 它这个原始状态并不是后天浸入造成的 而是与生俱来 两胎里边带的铜离子 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铜离子 和铜离子产生的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举一反三 这两种情况其实很好区分的 浸色我们怎么去鉴定 有根变化丰富 过渡自然 深入激励 这些辨别沉色的要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